VB Radio 真相發掘 以下節目 所有內容純屬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你確定你對手上的聖經 遼如指掌 你確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識 真是神的演繹 當你指責別人是異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有沒有曲解聖經? 孝天作 宗教研究學家 帶你從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聖經研究 明珠台 孝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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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拍一張接受 孝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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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天 孝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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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放上去,當然是奔開來放 我這次找到一個打擊對象 叫做黃永信牧師 是一個相當出名的牧師 我說清楚,我不是想打擊他 不過我要批評在基督教圈子裡 一個相當 common 的 argument 就是反對同性戀的理由 我覺得是非常無理,是完全不合理的 這個理由我小時候 我相信我相信耶穌,我相信一兩年回學 就已經聽到,當時我已經覺得是不知所謂 想不到剛才我在網絡周圍看東西的時候 就不小心看到 我們逐步說吧 首先介紹一下黃永信是什麼人 根據這裡的簡介 就說黃永信牧師 他在1925年出生 所以現在已經是一把年多 就算是一個資歷相當深的牧師 他離開中國之後 在很多地方都深掃過 特別是在美國 而且他在1953年已經開始全職事奉 他主要基地都在美國 成立了很多物會 非常出名 他有寫過書 他寫過一本書叫做 《美國歸向真神》 他這裡很有趣的 他說這本書 他派了45萬冊給美國很多領袖 我不知道他寄贈 他送了40多萬本書給人 但無論如何 這個就是黃永信牧師 他的樣子就在這裡 你也看到他拿著自己的書 可能又不知道送給什麼 他有一次出席一個 不知是講座還是講道的場合 就在2007年4月 地點就在第一城浸信會的教會 不知是什麼城市 我不詳細說廣道的內容 不過他其中有一段我想提到 因為是和同性戀有關的 他說今年4月30日 英國快要通過一個法例 規定牧師不可以說同性戀是罪惡 不然就會被人告 他就擔心用法律反對同性戀是罪 只是第一步而已 第二步就是用法律爭取同性結婚 如果牧師拒絕為同性伴侶證婚 就會被告 如此一步步就非常可怕 當然這個argument就叫Slippery Slope 他有很多假設性 我不評論了 當然我不贊成說同性戀是罪 就要被人拘捕 以言入罪是很危險的 不過我覺得對於基督徒來說 如果你真心相信聖經的教導 是同性戀是罪的話 就算是犯法 你也可以照說 有心準備要被人拘捕 那些牧師不怕被人拘捕 但將來在天堂上有更大的冠冕給你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最想說就是這一段 他就說到 黃牧師指出 同性戀實在是人對神的反叛 神做一男一女 使得一男一女結成夫婦 同性戀就是違背天理 我不是主要說這段 不過我一向都不太拜 例如神做人 人沒有役 那不應該飛 那你弄些飛機 那你由這個州 飛去第二個州 那你也是違背天理的 那是不是罪呢? 上帝做人 那你設定人 是不可以去到月球 那你也許 but anyway 他說同性戀是違背天理 那他這句就是我想說的 思想 全世界都是同性戀結婚的話 人類就只有絕種 OK 但你想清楚 首先 這個就是他自己說的 是假設性 不是人來的 事實上 不是全 不是 根本世界上 沒有任何人 一個覺得 會發展到全世界 都會變成同性戀結婚的 那怎麼會構成絕種呢? 這是一個幻想 而且是 沒有人相信會真正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他提出來做什麼 而且是第二點 那你不可以說 如果這個 如果據他講 這個原因 就構成這個行為是罪的話 很多夫婦 他們結婚了 但他們又決定不生兒子 天決不生兒子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 那人類就是絕種 那些堅決不生兒子的夫婦 是不是犯罪 是不是違背天理 我再講 聖經一點 例如如果個個都好像使徒保羅 那樣 全時間投身去侍奉神 不結婚的了 永世單身 不生兒子 那是不是罪呢? 如果個個都好像使徒保羅 那樣 人類絕種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理由根本不是理由 我覺得基督徒 反對同性戀 大家都知道 基督徒為何反對同性戀 因為基督徒相信聖經 說同性戀是罪 所以他們反對 那為何你不直接說呢? 為何你不直接說 聖經反對同性戀 所以我又反對同性戀 而且我相信其他人 都要好像我一樣 相信聖經說的東西 所以你們都應該反對同性戀 為何你不直接說 你又沒有吉? 所以呢 作了一些無厘頭 那些理由出來 真的沒有弱醫 所以我覺得 基督徒 OK 即是基督徒 教會 牧師 OK 你是反對同性戀 那你就反對同性戀 但是 至少 你 給個心出來 說出你真正反對同性戀 的原因 而不是在這裏 埋弄你的口才 在這裏玩了你那些 Philosophy 讀Philosophy 101學回來的 那些Logic 邏輯 那就是 自己在這裏鬥些 argument出來 打算反駁人 我覺得不成功了 第一 Weak 第二 別人感受不到你真正 你確定你對手上的聖經 遼如指掌 你確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識 真是神的演繹 當你指責別人是異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有沒有曲解聖經 明珠台 聖經研究 明珠台 VV Radio 真相法國